完了 这教授真的是彻底疯了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Hustler奥马哈 先来看这第一手牌 来自中国的神秘富豪Bread K194两门花 加注到了15000 Firus K883两门花 手中还剩下不到50000 全部推了出来 教授已经开始犯病了 这是输神经了吗 难怪这是在为自己摇旗呐喊 AK圈9 一手单门花 直接推出了97500 Bread还在考虑 我还说他还在考虑是否要跟住 没想到已经推出了20万的5败 面对两个欧印和一个5败又是一个打得非常浪的牌手做的5败 他们的1也要来了吗 虽然说他们的1的牌并不是说非常的出色 但他还是决定要拼一拼人品 我觉得行 他们的1冲就完事了 这是一个四人欧印 也是今晚截止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底持55万2500刀 这手牌有一个大概20万的主持 然后还有两个边持 也是非常的难算 甭管那么难算 那是何关的事了 咱们就来看到底会掉些什么牌出来 仍旧是两次发牌 翻牌278彩虹面 菲拉斯运气不错 flop上是中赛了 而他们的1这边呢 是个卡9的顺子听牌 乖的老板双头顺子听牌 教授就比较惨了 什么都没有 看上一张5 他们的1拿到后门的铜花听牌 不过他只有不到两成的胜算 但合牌是一张9 他们的1真的是卡到了顺子 哇 这一手牌入池 真的是选对了实际啊 行了 即便这手牌 他们的1第二次发牌全输 他也至少能赢到将近10万 flop57勾两张黑桃 这给到教授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了 直接给到他一手纳斯花的听牌 wow turn上竟然还是一张勾 duan这是要连赢两次吗 合牌 一张拳 最终呢 Felius是凭借着铜花啊 赢下了主持啊 这样也就意味着 Felius可以拿走20万主持里的10万 那么剩下的10万 还有所有的鞭持 全部归了他们的1 这手牌 他们的1把自己手中的20万啊 直接变成了45万 果然奥马哈真的是比德州扑克啊 更需要运气啊 你只要选好自己想要打的起手牌 剩下就只能交给荷官来定生死了 继续来看这手牌 Felius A勾勾6 单门花 先手加注到了2000 他老板K192 单门花跟注 神秘富豪K圈八钩 单门花 直接在前卫做了300 这个挤压也算成功啊 至少挤走了一个人 这张桌子我算是看出来了 去做挤压 基本来讲没什么用啊 能入池的牌手呢 基本也都跟得动 翻牌K90两张黑桃 哇 这是一个战斗面了 Brad拿到天顺 Felius这边的A花听牌 而谭老板呢 K10两对和9一对啊 后门有非常大的空间 来做成葫芦反超 天顺先手过牌 Felius打出211 谭老板跟注 可以推了 这手牌是肯定要打光的呀 先喊出来啊 提升自己的气势 I'm a win I'm a all in 两次发牌 24万2000刀的破 而Brad呢 凭借着自己的天顺啊 牌力也是领先的 好 看看背头哥的手 转牌 一张红桃5 空白牌 帮不到任何人 和牌 方块6 恭喜中国的神秘富豪啊 躲开了对手所有到此 赢下了第一次发牌 好 第二次 摊上一张草花旗 看了看还是没什么用 一张黑桃 一张圈 或者是K90 全部都没掉出来啊 那么恭喜Brad老板 自己独吞了这个242500刀的底池 Brad老板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呢 手中的筹码量啊 也是忽上忽下的在画着一个诡异的曲线 接着来看牌 谭老板的三败 一对S啊 三败到了一万三 一个两个三个跟住 教授一手段五的大连章啊 单门花 跟下来 还有Puff老板的一对石 翻牌 二十三两张黑桃 Puff在flop上啊 直接拿到了顶赛 黑桃的话没人有 这手牌很有可能啊 是Puff和谭老板的私人战斗了 面对三个对手啊 主要可能是翻牌面啊 没看到花牌啊 教授好像对底池啊 有想法 这个时候要开一枪啊 谭老板选择跟住啊 那真的属实是抛砖引玉了 教授推出欧印 谭老板呢 反加到了九万七 那Puff直接可以推了 果然奥马哈在翻牌面的战斗啊 永远都是最激烈的 为了不让对手看转牌 牌手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所以在翻牌面打光啊 真的太常见了 贝托哥右手比出了个二 他今晚出示了最多的一个手势啊 两次发牌 转牌 方块六 教授手里的三四方块啊 有点小 不过一张方块 我反而可以帮他的大忙啊 合牌 有奇迹吗 没有奇迹啊 一张勾 Puff的赛的石笑到最后 好 第二次发牌 转牌一张K Puff老板的牌力啊 是没有改变的 还是三条石 不过谭老板拿到一个卡钩的顺子挺牌 合牌 哎呀 就在赛的石以为自己要笑到最后的情况下 他老板在合牌啊 实现了逆转啊 最终倒霉的呢 又是教授啊 教授再次被评分 截止到目前为止 教授输了将近三十万 而赢的最多的呢 反而是Bread 这你敢信吗 来看这一手牌啊 教授三条石啊 先手加住到一万 三条石真是不如两条石来的 自己占自己的奥次啊 而他们的万呢 恰好捏了他最后一张石 这手牌最终是一个三人吃 他老板的AK54单门花 和他们的5680两门花 翻牌圈46两张黑桃 虽然教授手里捏了一对石 但是他们的万呢 还是凭借着铜花听牌 和后门巨多的提升牌啊 领先着胜算 他老板只有一对四啊 只是因为手里只剩一万多了 干脆全推了出来 他们都按选择跟住 而教授的一对石 反正手里就还剩下一万六啊 跟谭老板的处境差不多啊 没什么好想呢 推就完事了 底持16万3000 目前确实啊 Professor一对石是领先的 又来了 这哥们真的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啊 好第一次发牌 转牌一张草花 确实给到Professor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啊 作用五成的胜算 他只要躲开一张S 躲开一张K 躲开一张5 一张6 一张8 一张10就行 最终合牌一张红刀9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别急啊 还没赢啊 还有第二次发牌 特上一张草花K 又是一个哇 这是一个皇家通花顺的听牌啊 核牌 顺子 完了 这教授 真的是彻底疯了 实际上激动了半天啊 教授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 还是水下20万呢 不过谁也拦不住他提前开始狂欢啊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